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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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想要一个取暖器 因为你们这儿晚上太冷了 我是干皮 我要一个加湿器 最好要扫地机器人 这样的话打扫起来比较方便 你让他管我叫爸 管你叫妈 怎么了 那这个爸我不当 你知不知道 欺羊宠物可是犯法的 那你就不能当这个妈呀 唆使别人欺羊宠物 也会遭到社会的谴责的 我会陪你一起看他们的 卓壮成长之白夜貌 是否我去打个电话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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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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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这茶苗长势不错呀 听说小苏帮了很大忙 是吗 他人呢 怎么了 走了 去哪儿了 回城里了吧 不知道 你俩什么关系啊 他去哪儿了 你怎么会不知道 走 走 柳月 过来 来 陪爸喝一杯 过来啊 好 在你看来啊 种茶树比什么都重要 但是 在我看 小苏更重要 就像这十里香茶 这失去了这么多年 你临位 依然把它种出来了 即使没有你临位 什么山卫呀 海卫呀 他们依然能把它种出来 但是 如果 重要的人不在了 这一辈子 也不会再出现了 你 少喝点吧你 我想知道 你对女朋友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比如说不允许她跟其他男人亲密接触啊 或者是不允许她跟其他男人多说话 你说书院 师傅 起来吗 早啊 早 今天不是休息吗 你来这么早干吗 靳总 请问在基金会运营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经营不下一个 李老师的经营运营 也是这个基金会在扶持呢 对 人员的内部调动或者是调整 请问靳总 基金会的运营到底出现什么困难呢 李先生少 李先生少 好 等等 现在是要关山了吗 当然 师傅 师傅 你干吗 大山 阿姨来五名山了 我知道 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为什么住在山上 她是搞种植的 种植 城邦商 供应商 供应 供应商 那不就是个面朝黄土背朝天哪 跟妈妈说 你们俩有没有那个 妈 你说什么呢 晚上睡觉不是吧 小雨 我跟她那样子也不像个亲父的人 小雨 妈跟你说话有没有 没有 睡觉 成为恐怕这次的事不小啊 嗯 是不小 小苏头妈呀 一看就不好搞定 书月 你是不是喜欢我女儿 嗯 我很喜欢她 阿姨我扶您进去擦药 不用 我要书月扶我进去 我来吧 嗯 阿姨慢点 怎么样 小叔不错吧 挺好的 我就说了 小叔人靠谱 家庭背景也不错 你们俩在一起挺合适的 妈 说的都跟我说了啊 我们俩就是合作关系 你真要让她拆散我和林卫 我们都是大人 我们会很尴尬的 阿姨 有什么事回去再说吗 你走开 我告诉你 你和小雨的事就是在下胡闹 无论你做什么 都不会打电我的心意 哎呀我跟你讲 你和林卫这个感情啊 太让人头疼了 咱们得教训教训这小子 发生什么了 实践出真知 我把我毕生绝学传授给你 有你来制造点惊喜 林卫 你在那儿 让我给你带点酒 干嘛 那可是我专班为她挑的 林卫肯定心动 什么情况大傻婶 你把苏世宇打扮成女妖精 勾引林卫 小苏 林卫这孩子 经历的事多啊 心里苦 我们由衷地希望这孩子 以后的日子多点甜 您放心吧 以后我让她的生活里都是甜 你给你带她的生活里 我感觉她的生活里 您想要做的事 我愿意带她的生活里 你也有点自然 你带她的生活里 你带她入买